各位观众朋友 我是中伟 大家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这两天持续都是在太平洋高压的笼罩之下 我们台湾天气都是比较起囊稳定 也蛮热的 但是今天的天气跟昨天有点不一样 就是今天终于有一些午后热对流发展起来了 主要的原因就是今天的太平洋高压 相对来说是稍微比较弱一点点 我们从卫星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事实上我们台湾还是在高压的边缘 但是相对来说 今天高压的位置是有稍微往东边退一点点 所以给了午后热对流发展的机会 因为原本太平洋高压里面都是沉降气流 会抑制热对流的发展 那么今天因为太平洋高压有稍微减弱了 所以在我们台北的周围山区 有一些热对流发展起来 那封面云气的位置 目前持续是在长江流域南边 一直往西南方延续来到华南附近 广东广西还有福建附近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些云气 主要是午后热对流涨起来的结果 那么生命的持续时间不会太长 预计往东北方移动的时候 就会有逐渐减弱的趋势了 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 那么明后两天周末天气 会跟今天比较类似 因为持续都是太平洋高压 比较偏弱的情况 所以我们台湾上空 会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存在 主要就是沉降气流没有那么强了 会有一些午后热对流发展 那么也可以看到 水气也比前两天稍微多一点点 那么预计像这样的天气 会是持续到礼拜一 礼拜二开始之后 太平洋高压再增强 方便云气位置再往北边移动的时候 天气又会再变得 再跟前几天 没有下雨的天气是比较类似 比较炎热一点 所以可以看到外期天下雨的范围 礼拜一之前都是午后雷阵雨的情况 主要是在我们中部的这个山区 还有东北部山区 是比较容易午后雷阵雨 那么相对来说 礼拜六下雨的几率是比较偏高 南部山区跟东部山区 要稍微注意一下 礼拜天跟礼拜一 同样的是在中部跟东北部山区 礼拜二开始 整个午后雷阵雨下雨的几率 就明显的降低了 在风的部分 这两天持续都是受到偏西南风 以及太平洋高压外围的偏东南风的影响 风数比较大的地方 持续都是在台湾海峡这附近 所以这几天天气比较炎热一点 如果大家有要到海边细水的话 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海边风浪的情况 另外可以看到外期天的天气状况的话 北部礼拜三之前都可以看到阳光 礼拜一之前的午后雷阵雨的几率是比较偏高 降雨几率有到达40%到60% 低温是26到27度 中午高温还是比较偏热有35到36度左右 那么在南部的话 也是都可以看到阳光 礼拜天之前午后云量会比较容易偏多 低温大约是27到28度 中午高温大约是33度 那么接下来是小叮咛提醒大家 明天持续是炎热 此外先强 记得要多补充水分 也要注意防晒 那么要注意午后雷阵雨 尤其要留意这个瞬间大雨 以及吸水暴涨的情况 如果大家前往山区西吸水的话 要特别注意安全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